委托菩萨在佛门中担任需求邪魔守护前蓝的重任 中国佛教寺院中 委托菩萨像常威武地立于最靠近寺院门口的四天王殿内 面向寺院以守护前蓝 相传佛入灭后 当诸天神和众生共商收取佛设立以建塔供养时 突然来了一个截击鬼偷走两颗佛牙 委托菩萨立即以剑步如飞的速度 上时捉拓截击鬼取回佛牙 此后委托菩萨便担起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重任 你当初你要出家你花的愿 你不能忘记 你一定要照你的愿做 只有还夫众生辜负佛菩萨 没有佛菩萨辜负我们的 所以我感恩老人家 我到现在这个我都记得 我们的过去正法民族来现前观世心菩萨 还有三周感应 佛法委托尊天菩萨 感恩佛菩萨给我们的复念 这个佛法给我们的复持 刚刚讲到观光的那一段公安 因为这种复法神将很有个性 你既然愿意收我 那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表现一下 自得大叔 那这样好了 现在真要盖狱前世 后山那个很多树 那个大树都长在那边 我可能要花很久时间 那管性地固就前然不上 这条抗给我 结果一个晚上就听到后山 啥啥啥啥啥啥 第二天一看 树都砍好了 这是另外一种公安 那么也很感谢 这个法界卫星 现在真的是十方法界 把这个正法的能量给它 散播全世界 我们不只是说 我们台湾会更 我们整个世界 整个西空法界 大家都会更好 感恩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宅 好心好兄贼百里 往往进在所下 十方法界透过电视红法 希望能够将佛法 带到每一个家庭里 以无远佛界的方式 在大众的心中 种下一颗未来成佛的种子 圆满法生会命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